好,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 9%感觉很不错 就是跟银行利息比起来 跟储蓄险比起来 跟一般的投资比起来 感觉不错 当然,你会说越高越好 对不对 我也知道越高越好 但是太高通常就怎么样 带来更大的一个投资风险 那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因为我们在谈的是什么 财务自由 谈的是退休 你能够承受非常高的风险 恐怕也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下半辈子的依托 就靠这笔钱了 好像也不能说 为了追求高报酬率 而不顾这个风险 不顾这个本金的安全 也不行嘛 是不是 那到底怎么买基金 是不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这讲一个题外话 有一些人老是喜欢去买 那个很完美的产品 什么产品很完美呢 就是年报酬率 保证6% 8% 9%以上 保证本金安全 要用钱 随时可以拿回来 这种非常完美的这种产品 而且呢 你不用去动脑筋 去配置什么 它跟你保证了嘛 就固定配息嘛 是不是 所以也不会有任何波动 这种产品啊 只有诈骗集团才有 其他地方不会有的 你要是买到这种产品 也很恭喜你啦 希望呢 你的钱能够顺利拿回来 本金呢 希望能够顺利拿回来 OK 非常建议呢 还是买基金 因为一档基金 再怎么少 是不是几十档股票 再怎么样 不太可能说 这几十档股票 全部都发生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 公司的股价呢 严重的崩盘 这个呢 比较少见的 非常非常难啊 一档基金能够跌个30% 50% 那真的是 真的是 已经是股灾了 很严重 当然也发生过了 科技基金就会了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讨论好 好 这个呢 我想呢 到底怎么选基金呢 我觉得人性呢 就是很多的贪婪跟恐惧 一般来讲呢 你似懂非懂的去投资呢 那个心态都是 蛮侥幸的 就是说 其实自己懂的不是很多啦 然后呢 这个有人跟你教K线理论 有人跟你教波浪理论 有的教这个康波周琪 有的呢 某某大师呢 直接报你名牌 告诉你哪一档股票呢 会涨停板 让你去买 对不对 不过基本上呢 都是失望比较多啦 好 涨的时候呢 你就贪婪啦 跌的时候你很恐惧啊 被套牢的时候 你就很坚定 坚定是吧 认为他会涨回来 是不是 好 买的时候呢 很盲虫啊 听信这个媒体 网络媒体 各种媒体的报道 哎呀 现在说呢 这个元宇宙很好 现在说呢 AI很好 现在说呢 这个电动车非常好 你就听信了 你就进去了 然后呢 买了之后就会后悔 卖了之后呢 也后悔 那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行情呢 并不如你所想象的 你就会后悔 除非啊 你一卖 他就跌 你一买 他就涨 那你就不会后悔 但是呢 往往呢 事与愿违啊 基本上呢 很少能够有这种状况发生 绝大部分就是买了就跌 卖了就涨 天哪 好 那所以说 投资啊 给三句的这个真言啊 什么呢 第一 买你相信的 你如果不相信 你买什么都会赔钱 然后或者赚不到钱 哪怕人家跟你讲的是对的 是正确的 但是呢 你不相信 你很怀疑 是不是 然后这时候你买了之后呢 涨一点点 赚了一点小钱 赶快跑掉 哦 好紧张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跌一点点 赶快跑掉 为什么呢 因为很害怕继续往下跌 因为你对他没有信息 是不是 你对你的持股 对你这个标的 一点点信心都没有 你根本就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AI是未来 你不相信 电动车 将来一定会怎么样的发展 你不相信 那你不相信 你还买它 你不懂你还买它 那所以说 所以稍微涨一点点 你也很可能卖掉 稍微跌一点点 你也很可能卖掉 只要什么样的状况 你会抱着它 就一下子突然跌很多 来不及卖 那你就会长期看好它 等着它涨回来 给你解套 基本上 很多的散户 就是这样的心态 这个 投资这件事情 跟努力没有太大的关系 非常非常努力 每天炒股 每天看新闻 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你的选择 你做出的决定 买卖决策 比较重要 跟你努不努力 没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应该说 是人世间少数 少数 不需要太努力 不需要太努力 就可以获得的 不需要太努力 反而你太努力 还得不到 没办法投资 赚到钱 会这样 好 看对 说对都没有用了 要做对 做对才能够赚钱 巴菲特 是骨神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木头姐 武德 也是骨神 你比较喜欢谁呢 这两个性格 完全不一样 很难说 谁对 谁错 当然呢 很明显的 巴菲特相对 比较稳定一些 而这个女股神 这个持股 实在是太犀利了 一下子会涨 但是一下子 也非常的会跌 那能涨 能跌呢 不是坏事 也是很OK的 比如说 这个女股神 他就非常有信心的 给他的筹资 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他说呢 五年的时间 你给我五年的时间 我的目标是三倍 三倍的成长 对不对 但是你要给他五年 对不对 可能一两年之内呢 可能也许跌得很惨 也不一定 女股神是有他的一个 风格跟做法 那巴菲特呢 你很喜欢他吗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是不喜欢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慢慢变富 我不愿意 坦白讲 我也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早点有钱 对不对 等到他有钱的时候都老了 我还不一定能够活到 跟他一样九十几岁了 你要跟他比 他要是早点挂掉的话 今天那资产就不会那么多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们拜扬运动所谈的 就是要尽早财务自由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他的这种做法 是不是很对 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对 但是呢 在哀向线的投资来讲呢 也许是很对的 不要听错我的话 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 他说呢 要你慢慢变富呢 我说 我要从其他地方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 这个相对不错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不要太低 但是也不必不合理的高 不合理的高 容易血本无归 那要是1% 2% 3% 那我存钱要存得很辛苦啊 我恐怕没办法赚到那么多的钱 让我财务自由 所以呢 我会比较期望怎么样 再怎么少 希望有8 9% 8% 9% 10% 都不错 都可以接受啊 因为再高的话 就要挑战股神了 我也不敢挑战他了 好 那你如果要挑战 你可以去挑战他 好 我们一直讲 这个9% 9%到底怎么来 哎呀 没有什么名牌啦 你如果真的要名牌 我就报给你名牌 就买标普Y指数不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根本就没什么 对不对 就可以下课了 今天你听到这边就结束了 是不是 20年啊 近20年 你拉安50年出来 你看到的图也是这样 都一直长一直长 长得没完没了 一天到晚长 对不对 不是一天到晚 这个没 这个不见了每一年 每5年 每10年 你去看都是长的 每5年 每10年 你去看都是长 每一年还规定 有时候是跌 有时候是跌 然后呢 我去统计过 从2000年开始 美是一个高点跌下来 这边 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算跌 这边 这边一个 这个 这个是在 中美 应该是中美贸易战 那个时候吧 19年年底 20年 反正这边呢 有一个 一个 一个重挫 然后后面 这个应该是疫情下来 然后这边呢 你看又涨上去 然后呢 这个美国升级跌下来 然后又涨上去 OK 总是有涨 总是有跌 但是呢 假设你从最高点开始买 你又被套住的时间呢 越来越短 这个周期呢 可能走得还稍微长一点点 但是需不需要十年呢 也不需要十年 七八年的时间 就能够突破 原来的高点 就创历史新高 这个点 叫做创这边的历史新高 对不对 这边一再创新高 一直上去 好 突然崩盘下来 一下子就创新高 又上去 就是这样 好 如果说你就太boring 太无聊的话 希望多一点的配置 不要单买 这个S&P500指数 那也OK啊 安硕MSCI台湾指数 把台湾给买下来 这个买台湾 应该是不错的一个主意 可以买台湾 买台湾指数基金 那就OK啊 也是搞定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基本上你看 这个走势应该还OK了 长期来讲 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往上在走 或者说呢 把这个目光放到全球去 富兰克林的这个 全球科技基金 不过讲是讲 全球科技啦 事实上它还是 重仓美国科技股 那也没办法 这个科技公司 很多都选择到 美国去上市啊 它的公司 原本不一定是在美国 但是它跑不到 美国去上市啊 所以说呢 这个好像也没错 好像没错 讲是讲全球 但事实上呢 很多都是 美国的科技公司啊 然后这个 它的经理人 强纳森呢 它的全股蛮有意思 我蛮喜欢的啊 就是说你从科技类股里面 你又看到一些稳定性 比如说 它很喜欢那种 订阅经济的东西 订阅经济 就是说有稳定现金流 收入的科技公司 它都喜欢买那一种 比较 就已经在赚钱 而且比较有稳定现金流 收入的那一种公司 它比较喜欢买这种 就是跟其他的科技基金呢 可能不一定很相像 有的科技基金呢 喜欢做什么 破坏式创新 颠覆式创新的那种选股 比如说 美国增长基金 Morgan Stanley的这张 美国增长基金 非常的有意思 讲是讲美国增长基金啊 但是呢 几乎一半 最少应该投资四成以上 都是美国科技 而且这种科技公司呢 很多你都不太听过 都不太听过的 比较创新的那种科技公司 所以呢 涨的时候呢 比富兰克林科技基金呢 更会涨 那跌的时候呢 当然也会跌得比它更厉害 这一档呢 非常的有意思啊 你看 哇 这是什么啊 天啊 好可怕 这样拉上去 然后这样跌回来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跌了多少 有没有超过一半 有 对不对 这边300多 这边跌到多少 跌到100出头 天啊 跌超过一半 吓死你了 坐云霄飞车 很厉害的啊 好 最近呢 有一些股票呢 很值得注意啊 日本 沉沦了30年之后呢 这个已经 突破之前的历史 历史高点了啊 那所以说呢 那所以说呢 这一档 斯洛德的日本股票基金呢 也非常值得注意啊 可以考虑一下啊 把它买下来 然后呢 还有这个印度基金啊 印度呢 也很不错啊 也很不错 他的这个 这个竞争力啊 还有这个 他的人口的一个数量来讲呢 都是蛮被看好的 就你个人喜欢印度 不喜欢印度那是一回事 但是人家股票 平创新高 那是事实就摆在这个地方 那没办法呀 是不是 有些东西是很客观的 现实条件啊 好 然后呢 谨顺大中华基金 哎 介绍这两基金 这个在之前 我很喜欢介绍这一档啊 因为觉得这个 腾讯啊 美团啊 阿里巴巴 京东啊 哎呀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这个非常赚钱 非常好的公司啊 但是你特别注意一下 这一张 数据 停留在2021年的2月份 之后就没有更新了 为什么没有更新呢 因为我就开始迟疑了 不敢推荐了 然后到22年 我应该是5 6月的时候吧 应该是 尤其是我看到女股神 把那个中概股 全部都卖掉之后 我就觉得我也死心了 女股神死心 我跟着她死心好了 算了 不建议哦 不建议 至少暂时不建议哦 暂时不建议啊 这种可能中概股的暂时 真的不建议 真的不建议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很便宜 你想要买还是OK了 毕竟是你的钱吧 你可以做决定 好 小孩子才做选择啊 聪明人全部都要 啊 对不对 大人啊 不是大人 是聪明的人全部都要 是不是 我只能买一档基金吗 No 你可以买很多档基金 为什么只买一档 可以多买一点吗 是不是 你要是很担心的话 你可以多买一点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基金平台呢 提供这样的一个购买的机制 所以说 你可以很容易在基金平台上面呢 管理你的这个投资组合 是OK的